受丰乡村长联谊会议在会议长蔡汉东的带领下 来到丰平村日前遭受祝荣的家庭进行慰问 并且给予12位村长守木德的款项共3万元 捐赠受灾户家庭 也希望可以快速的回复住家重建 让两位老人家可以像平常一样安身立命 日前丰平村有一户民宅遭到祝荣之灾 居住的长者夫妻是80多岁的长者 收封村长联谊会在对这情况之后募款 并捐赠给遭受灾害的家庭 希望能够协助他们早日整理住家 虽然两老经过邻居的协助而逃出了火场 但是现在目前针对他住宿的地方没有住的着落 所以我跟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范江理事长 一起来发起一个募款的动作 希望早日协助我们苏永生先生 能有一个居住的地方 那在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宜德公益协会 还有我们村长联谊会 会长蔡安东跟所有村长 来到这个地方慰问我们苏永生先生 也制证了三万元的一个慰问金 希望能早日协助两老回归生活 风平村长游淑霞表示 遭到火灾的长者住家 由于他们年纪都相当大 在火灾发生时都未察觉火灾的发生 幸好当地居民相当的警觉给予协助 才没有造成更大人员的伤亡 以及财产的损失 记者林杰 受风箱采访报道